大家好 今天我要講那個 第22檔 Pretical training machine 那 一開始會大概介紹一下 然後一些各個區塊 各它的圖 然後接著詳細講那個圖裡面看 有應該Pretraining的 步驟或訓練 之後什麼分析 到底好不好 Refense 其實就是 Makus的PDF檔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在 訓練的時候它是一個 delight的過程 它會分成幾個 就像是要收集資料 然後選擇是哪一種 網路的架構類型 然後看它訓練的它會有什麼 然後接著是 一些初始化或訓練Network 就是這一個部分 前面是那個 Pretraining的步驟 然後最後就要分析說 它這樣的選擇 把它train出來 是好還是不好 然後好的話 可以用到不好 就是再回去改 這樣 那因為樹裡面 開始有講到說 可能一開始要看說 這部體重點 是不是用 Nuggen World 去擠它 還是說 其實一般的Nuggen World 技術就可以擠 這樣 就 大概一直這樣 然後 然後前面 這邊就是大概講說 它有哪一些 很周圍 不過這個部分 Sendive 這個我最沒有講的 那 課本裡面其實有 我們講 大概是列出來給大家看 那Pretraining的話 一開始就是像 它說 U-Mailwork 它一開始 收集資料 那Data會 講到說 它會決定它的效果 然後 那它的訊息資料 有沒有展開 在整個 Input Space裡面 那 要確認它有沒有被 就是充分的 並不容易 所以就是 輸入穩度高的時候 它可能不是獨立 會有相關性 那它有舉一些圖 像這樣的 這樣的情況 那說 它說 要怎麼樣採用 去確定說 就是有充分被採用 它就要分析 那個 訊息的網路 然後 它 例子裡面是講到說 確認的時候 它把DataSet它分成70% 然後 RevitationalSet是15% 然後 TasticSet是15% 不過後面會講到說 它分析的時候 是怎麼看說 到底 就是這樣切 是不是 因為有時候有可能說 就是有些Data 可能 有些Data只有在Testing 然後裡面 這邊都沒有 把它訊息 確認的時候 就前面覺得後面不好這樣 那 它說 比較簡單的 切個數據的方法 就是說 就隨機的去幫忙 去切 然後 一般這樣會是比較好的結果 然後 要看說 每一個Set的那個 差異 就像我剛剛講說 可能最後要分析個 數據幾 可能它的結果 這個 和這個 這個 就三個最好都是差不多 就不會說前面 很好 就後面 就變成Promers很差 就誤差很大 那 可能會確認說 它的資料是不是 主動 嗯 不知道 我不是很懂 他不是說 怎麼會看什麼 他 仍然方形的複雜度 什麼 之類的 不是很懂說 怎麼去看 說 嗯 到底 主不夠 可是我還想說 是不是就看他公文什麼 就是 好不好 這樣 這樣 那可能 像可能 比如說 問題的維度很高 嗯 那可能相對的Data 就要比較豐富 就是可能它要重的Data 準備要很充足 這樣 或是數量 就你的問題 如果比如說 它維度很高 它可能 相對的它需要的資料量 會比較大 嗯 就因為維度高 問題 可能就會相對 複雜 複雜 就不要 對 就不要做這樣去確認 那 在資料的 預處理 它有舉一些方法 它像 農人一單說 這個會把它 就有不同的方式 那 這個是用最大最小 直接把它固定再 輸入 然後 這個是用什麼 它的命啊 或者是標準差 之類的去定 就可能 我想應該是 看不同的問題 用不同的方式去定 那 然後 有一些是說 就是非線性的狀態 因為有一些 它說這個是 比較看的是什麼樣的Test 像是 它說有些經濟的變數 它是 LOG相關的 那個數值 那它就會先取LOG 去 把它的 input值先這樣取 或者是說 它說 是有什麼量子力 就原子間的那個 它是和 它是和 好像是什麼 巨導數之類的 就會做那個 就取那個值 就會有點像是 先把 input值先 做一個轉換 然後再把它 輸入這樣 然後另外一種是 Fissure的 萃取 就是說 有些代表型很大 那它 其實有些東西是多元 它可能 只有取某一些 它覺得比較重要的 的部分 然後去當作它的那個 那個 new network input 那 GPI 它是有說到說 就是PCS 可以取前面幾個 比較重要的 一些 我看一下 對 它會取前面幾個 比較重要的 那個 成員出來 去當作 輸入 那它說 有缺點就是說 它是線性的 所以說 有一種叫 non-linear的PCA 是用 kernel的PCA 不過這個 沒有很 沒有研究 就等 然後另外一種 它是說 會把 也會做一些處理 像是input 或是topic 它的值 它會做一些 coating 就是像01 或者10 然後去記錄 Solmax的話 就是 因為它是 它可以解釋成 每個 cass的 機率 那可能在輸出的時候 就可以看 說它機率的大小 去覺得 可能 就是最大那一個 是哪一個 就是它會把那個 就是 大的會變得更大 因為它一直環球的關係 那另一種是說 它有可能資料 它在預除的時候 可能有些資料 它會掉 那它會說 像是說 掉的資料 它用平均值下去 做它 的那個 就是填補在它 特定那 那調的資料 或者是說 它有講到說 都有做這種處理的話 會加一個flag 它就是說 這邊可能 是有調資料 那 就是 就是0 它舉例是這樣子 0 然後如果是它全部都沒有調資料 那那一筆就是 這樣 那這邊是那個 資料率處理的部分 那記得是說 就是 如果在選擇 網路的架構 它可能要看說 像是 它有幾層 或 Nuron它有多少個 或是 Output它要多少個 或是 你要 Train的那個 Promance的方式 它要 用哪一個 那 像 Output它也有講到說 然後一般如果有幾個 Lap也可能就有幾個 Output 這類的 那選擇的 基本的架構 它說 有像Fitting 就是 它要去 那個 Function要接近那個 Function Regregation 然後 看一下 後記 它是說 Fitting 因為它是曲線 所以它會是那個 連續值 這樣 另外一個 是那個 就是 後面有幾個 它舉到像是 Pandemic 它說 就是看它是在哪一個 類別 所以它是Discrete 就像剛剛 那一個 這邊是連續的值 然後這個 它出來會是 離散的值 然後它又講到說 最主要這樣的差別 就是 在Output layer 這樣 它出來的值不一樣 然後 Cluster 你看 這個 Mentation 它是說 是希望 U-Milog去 把資料 看它 應該是 相關性之類的 資料 把它區分 畫出來 這樣 嗯 不過它是說 就看這兩個 這邊我就沒有看 這樣 就 這個不太清楚 然後 然後 預測的話 它是說 它是可能 它是會是像 時間序列的分析 或是 系統的那個 系統的辨識 然後或者是 就是 過濾掉 或是 動態的 然後 預測說 未來的 時間 它可能是怎麼樣 然後 這個 它是舉這個 這個圖 不過 因為 這在別人的章節 我就沒有 就是 看起來 是覺得 它這邊應該是 時間 delay 然後去 去算 東西這樣 那這部分 書裡面只有 輕微帶過 它沒有 對 我們終點 去翻前面的章節 它前面 它前面沒有 沒有針對這個 內容特別強 不過它就是 這個 就是 以 主要是有 直接序列 就有前後差的 這種 它 都算 循環的 範圍 不然它後面 代內 就是 控制系統 現在狀態 跟下一個狀態 可能是 什麼樣子 這些 是屬於 就是 它有時候 有幾個 不同的 內容 這樣子 它是 這兩個 然後 這次選擇 那個具體的架構上 他說 比較 一般來講 都是比較複雜問題 就比較難問題 可以用 比較深的網路去 就是 也就是說 RD-Zenware會比較多 那 neuron 在每一層 它也要想說 它每一層 它有幾個 塑料 那 就是 Output layer 的話 就是說 它如果 它有幾種類的話 那它 Output layer 就有 neuron 然後 標準的過程 說 它一開始會用 比較多的neuron 下去 比需要還多 然後 那 如果是 要避免 overfitting 就是 在Early Start 你會不要早 它停下來 或是說 那個 背式的正規化 然後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在最後一層 它和那個 Cardifact的數量是一樣 然後過多的那個neuron 它是說會造成 overfitting 然後 input的選擇 上 如果說 input的那個 dimension比較大的話 它是說 可能 不過這個我不是很懂 它是說 有一些 優點會消除掉 那個 雨當等次的元素 嗯 問我為什麼 它比較多 就會 會消除掉 或不相關的東西 我的理解是 它如果在 data後面去 去做 確認的時候 它發現有些 data element 它其實 對整體來講 它的那個loss變化不大 所以 它覺得這些 很小的 這個loss 是相對其他的 error很大的 它是可能 忽略不盡的 這樣子就會讓整個 網路 變得 稍微 更簡單一點 這是我的理解 就是說它裡面有很多 其實都是 redundant的 多餘的 或是 它你選的說 你先把它拿掉 它到底有可能 像那個 我們在做PCA 只拿主要的 Feature 可能會有出來 這邊的道理有點類似 那樣相通的概念 它是把不重要的 就是相對 算出來的 這種 error 是相對其他的 error 基本上 可以忽略不盡 那它就把這些 拿掉 那把這些拿掉之後 再重新train 如果train出來的結果 跟原本一樣 那新train出來的 model 它就會比較compact 好 謝謝 這樣大家懂 就是說看 那個 有一些東西 可能是比較不重要 多餘 就是 重複的 例如說 input 我給你三個元素 一個是 時間 一個是距離 然後一個是速度 速度就是多餘 你這兩個根本 就算是第三個 你這拿掉根本沒關係 那你比人和你的小朋友 你的東西多小 就是很多多餘 尤其IOD接近來 都非常多多餘 只要這樣 有相關 就可以去副業掉了 明明自己可以算出來 嗯 然後他的權重的初始化 他說有 我買這些選擇說 就是在 負一道E之間 不過他是說什麼 他 為的初始化 可以 設在 負0.5到0.5千 用均勻分布 隨機值 只是 不然不知道為什麼 他 要設在 剛好0.5千 或者是他只舉例 也有可能 應該是舉例 我應該就是說 可以 做一個 就是可以看 要用什麼方式去送 然後他是我講到 還有其他例子 是說 他初始化的 位置 和BIOS 可以 用這個公式下去 省 就是他 課本講到這樣子 那選擇 training algorithm 他是舉到說 jacobian-based 和 規定-based algorithm 不過一般 不知道 因為我之前是比較 想要 後面 就到前面 就很容易 然後一些 停止下來的 規則是說 他誤差達到某個 具體的限制值 就 停止訓練 或是說 他說有一種 就是 他pomers的index 看 選哪個 那他規定的 那種 達到最小值 就停止 或是他說 就是 就是 提早把它停下來 288平台 避免的話 都最停 是大概有講到這些 然後選擇 performance function 他是 就剛剛講到那個index 他是 有舉到說 像 min square 或是min 就是 min episode 或者是說 cross entropy 不過他是說 cross entropy 他一般最後一程 會用sone max的轉換 應該是 應該是經驗 經驗結果 對 就是很 看 這樣可能是比較好 然後在事後的分析 他說fitting裡面 他說在train的output和相對的taping 他先有舉一些公式 就是去畫個圖上 他後面是舉這個例子說 就是 因為他要fitting什麼out 然後他就說 因為r是在-1到1之間 然後 他說如果是等於1的時候 就是說 他好在那個 requation 9上面 然後如果是0 就是 隨機的 那 他覺得 就是分析各個情況說 如果是他的 原比一想 就是 沒有fit 很好 那 就是說 他會對每一個 那個train 或是驗證 或測試機 去 去做回歸分析 他說 應該要這樣做去看 就是 他可能分析好不好 像是 就是ofit那時候 就是在 訓練機是ok 可是 就是 驗證和測試機是不好 那如果是 一種collection 就是 前面兩個是比較 就看起來都好 可是後面這個不好 那他應該是說 就是希望 就是上個應該就是 不要誤差很大 就是 都 都算是都比較好 請問那這邊我就可以用 然後 另外一個是 那一個方式 他就是說 就是 他舉的是 舉正 然後他說 就是在這對角圈上面 就是 他確定是對的 然後 這個 這個例子裡面 4是說 有4個beta是plus1 可是他被分成 plus2 然後 因為他是假設說 左下角是 應該是positive 所以 我看一下 所以他是說 就是 就是 其實這兩個都不對 然後就是他剛好說 就是 左下角是 他把 就是 forse negative 然後右邊就是 forse positive 這樣子 的方式 然後 clustering 他是講到說 有這網 舉例這 用在這網路 然後他是 說了三種 error 一種是 contentization error 就是說 每一個input的 input 那邊他附近的 那一個 就是lector 他們 平均的距離 然後如果 我就說 因為我的順目 不是很 就是比 那個 不是比他小 應該 就是 不是比他小很多 應該就是 比較大的 他說就是 那 這個情況就 就沒有意義 不過我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是這個 就是 這句話 就不是很確定 而且覺得 這個 環節發出不是 比他非常小 然後另外一種 就是說 就是 topographic error 他說 就是一個比例 在 最接近的那個lector 和 第二接近的 那個lector 他們如果 不是鄰居的話 那這比例很大小 然後另外一種 可能兩三是說 distortion measure 就是用這個 可是他好像這邊 感覺這邊好像沒有講很清楚 就是 算了 可是應該是說 這個error 應該是希望 比較小 把它想 然後另外一種 是 cretition 但是講到說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它的那個 算出來 他說如果說 是訓練好的話 它就會 擠在某一個 連結上面 然後訓練不好的話 就會超過這個連結 然後另外是 cross correlation function 的公式 他說如果是 這樣算的話 在分析的時候 如果訓練比較好 就是全部都會 在裡面 然後剛剛那個是 它0的部分 會比較大 就是除了0以外 訓練好 都在裡面的 然後另外一種是 etroporation 他說 就是 其實前面有講到說 就是 就是 training和 validation 是差不多 它testing是比較大 那他說如果是 這種情況的話 有可能就是 testing data 不在那個 training data 和 validation data裡面 所以他是說 可以收集更多的資料 或者是說 一些testing data 把它 就合到 training和 validation裡面 然後再收集 新的testing data 就是讓 應該是說 就是讓它沒train到的東西 放到它裡面 不過到下面 也是要再產生新的 testing data 然後他就說 如果我這三個 誤差箱 都很想到 這個network 你就可以用 然後最後就是 就是 大概是這本書 因為我找到連結 所以就把它放上 大概是這樣子 我分享一下 剛剛最後那個 attroporation 在實務上面 一般我們在上用 我們一開始在 收集data的時候 它可能只來自特定的地方 或是 只有少數幾家客物 或是你的source 那用 用這樣的方式 train出來data 它會 在既有的domain裡面 它表現 如果模型夠好 表現通常會不錯 可是今天如果 真的部署到商用 那很多不同的客戶 他的 收集資料的條件 環境 或是一些其他的 變數 包括NAS 他用來 收集資料的儀器 等等 那他會造成 這些data 都不在你原本訓練的data裡面 那這時候就 出來結果就會很長 對 所以就會交把data放到 對 變成說 這其實是 Neural Network Based 還有很多Machine Learning Based 的演算法 它先天的缺陷 今天它沒有看到的東西 它會是一個 什麼樣的結果 你很難預料 就像 好像是上個月 上次不是 台灣告訴公路 有一個特斯拉 有一個大型的 航電結車 他就橫在高速公路的 中間 然後那個司機一直在旁邊 叫大家不要撞在他 撞中間 對 那個 特斯拉 就在他高速公路上 他開啟自動駕駛 他就像高速這樣直接撞上去 因為他沒有 因為他 大家認為他在訓練的時候 那個 那個 Computation 那個 從來沒有這種 Case 他從來沒看過 因為正常情況下 他不會一台貨車 橫在高速公路 橫著白 所以他 有些人 他會認為他可能 他認為是天橋 或是其他 他以前從來沒看過 所以他到底會怎麼反應 沒有任何人事先會知道 這其實在 食物上面 是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必須 要 想用 其他 傳統方法 來避免 因為這種 有危險的東西 他遇到這種情況 可能就是很大的災難 這是 這是 一個 我自己 親身經歷過的 Dom Edge Relation 你 原本的Data 怎麼測 不管是 訓練出來 還是你 收集到原本的Test Data 結果都很好 都在預期以內 通常Test的結果 一定會比Train的結果 要低一點 但是不會差很遠 可是外面的世界 他就會變化的多端 包含那個 比如說是影像 他影像品質可能很糟糕 或是 他有一些Case 是你原本的Train Data 根本從來就沒有了 那這時候他的結果 就完全沒辦法預料 所以你這樣 你這個Merge 是他出的類似 我在想說 他的意思應該是說 把某一些 他沒有 他沒有 應該是說 shuffle 就是說 把新的 也把他混在 混在 舊的裡面 現在的 那個 Deep Learning的 Sowhead Framework 他都有這種功能 可是你 你Data 他在Training的時候 他可以有那個Flag 去做shuffle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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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之前自己 在石桌上面 我有做的動作就是 你原本的那個 Training 跟realtation Test Test 是分開的 原本的那個 在Training用的 這分成 真正Training 跟realtation 我也會做shuffle 就是 先做處理之後 把它充分混了 然後再切 那樣的目的是 因為你收集的Data 他可能 有某種Pattern的順序性 那 這樣的結果 他可能會固定 會 有那種 Pattern順序性的依賴 比如說 你可能 前面裡的Data 比較偏向第一類的 就比較多 然後中段的 可能 第二類比較多 然後後段的 可能 又一類比較多 所以你如果 如果 比如說 拿七層三層來 你前面的七層 可能就 會造成 Embalance Data 所以 我之前做的事物就是 比如說 做二元分類 我就會把它 第一類跟第二類 充分 做Suffle 然後再切 就確保說 我在Training拿出來 跟我在Radation 每一類 它的 數量 就Data的數量 彼此是Balance 那 有一個議題叫做 Imbalance Data Set 就是 你在Training 比如說 你做分類問題 比如說 做十類 假設是 那個 數字 收寫數字辨識 十個數字 那可能有的數字多 有的數字少 那數字少的話 以現在的 方法 它就會 相對 因為它看到的比較少 所以它就會 它的相對準確率就 稍微低一點 那會有一些 Imbalance Data 去解決問題 比如說 會 隨機的 去從 這個少的 去把 像這邊的Data 是說 不在的話 就是取平均 那種 類似像那種 數字資料 有網路 這種資料 它會用這種方法 像 影像資料的話 我就會從 那個比較少的Data裡面 去取 隨機的去取一張 這不是固定取手而已 不是取平均 因為它是離散 它不是Continuous 所以它會隨機去 從這個少的 minor的Data裡面 去抓 可是我問取到那個 不是他用的東西 就比較常說 那個一定是 沒有啊 比如說我剛剛 我講的那個 10類 比如說數字0 相對 比如說它只有 10%不到 然後其他的都 量都很大 那0 我就從0的Data裡面 是誰去抓 這是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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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其實我在想 這就好像 大概不是很懂 這個 它這好像是說 你的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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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比那個 還有打比網路的那個 神經元的數量還要多 對 看起來 雖然我是覺得 他這個 怪怪的 可是感覺應該是比他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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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沒幾個神使命元 就是輸入的地球 是 很多 我覺得好像煩耶 差點 是好像不在乎 那我回家再看一下輸入 我覺得它 好像 這一段話怪怪 那 或者是 或者是 這神明元沒有比 沒有比輸入 輸入的地球 我 這時候 因為我 我覺得中文版 只看 音樂版翻譯 是電腦 然後我後來就是看電腦 因為音樂版 應該算 中文版它沒有這個辣 然後我就想說 以音樂版為止 我是覺得 因為中文版這個 都沒有效 是 可 可 可以 好 剛剛那個 讀書會完 然後 大家看一下 如果 這一段 有 不一樣的領悟 再 透過 群組 傳出來 好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沒問題今天謝謝 謝謝